中國大陸以外的中共病毒確診人數 已經超過了274萬 死亡人數突破19萬 西方國家的每日死亡人數正在下降 多國陸續的放鬆居家令 逐步重啟經濟 美國中共病毒死亡人數達到5.2萬人 確診人數超過91萬 川普總統簽署工資保護計劃及健康保健增強法案 川普表示 過去一周以來 美國各州的疫情得到先駐緩解 覆蓋一半美國人口的多個州 已經開始逐步的開放經濟 川普還與多國領袖通話 向疫情嚴重的國家提供急需的呼吸器作為支援 西北亞已經採取了一些措施來放鬆居家封城 從4月25日起允許建築工地開工 兒童可以出來走走 但是更廣泛的限制要到5月底才能分還 目前 西班牙中共病毒死亡人數超過2.2萬人 確診病例超過22萬 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 在一個空無一人的羅馬無名戰士目前 紀念擺脫德國占領和法西斯統治75周年 意大利中共病毒死亡總人數超過了2.5萬人 確診病例接近20萬 意大利將於5月4日開始放鬆居家領 在威尼斯 居民們試圖用紅玫瑰為他們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 已經由賣花人遞送鮮花 一位4月25號是威尼斯的解放日和守護神聖馬克日 英國因為中國病毒死亡人數超過2萬 英國呼籲民眾繼續待在家裡減少病毒傳播 英國拒絕人數超過了14萬 不過入院人數正在減少 廉價航空公司VZ2表示 將於5月1號重啟從倫敦 盧頓機場起飛的部分航班 成為首批開始恢復運營的 歐洲航空公司之一 威尼斯的主要業務在中歐和東歐 他就恢復飛往羅馬尼亞 匈牙利 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航班 乘务人員在飛行期間都將戴口罩和手套 向乘客分發消毒湿巾 飛機將在夜間即行消毒 法國衛生部長威兰說 法國的目標是在下個月開始解除居家令 他參觀了一家私人試驗室 他說會對所有的有症状的人和被接觸過的人進行檢測 法國的中共病毒死亡人數也超過2.2萬人 在過去兩週死亡人數持續放緩 法國將在5月11日解除居家令 允許零售店開業 兒童重返校園 不過細節還沒有公布 比利時通報感染中共病毒45325人 死亡人數接近7000人 比利時總理威尔梅斯宣布 5月4日開始逐步放寬限制措施 允許沒有同住的兩人見面 並開放更多企業重新營業 但仍需要保持社交距離 在新西蘭疫情衝擊之下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與兩國多個家庭一樣 在破曉時分站在自駕車道上 紀念澳新軍團日 有比於以往參加黎明禮拜或者大遊行等活動 此外 澳大利亞當地媒體報導 本月有中國代理商以高價向澳大利亞政府推銷中國口罩 但遭到拒絕 報導指出 日皮口罩重達90公噸 並且來自最早出現中共病毒的湖北武漢 另外 日本經濟再生擔當大臣 由於接觸過確診職員取消了公開露面 該在家裡辦公 日本累計確診人數超過13000人 不到350人死亡 當局呼籲民眾 下週的黃金週假期盡量待在家裡 印度全國封鎖一個月以後 於4月25號開始 允許部分的商店重新營業 但員工數要減少一半 印度超過24000人確診 780人死亡 處在疫情初步發展階段的俄羅斯 蘇丹 索馬里 尼日利亞 馬爾代夫和威地馬拉等國 目前新增病例都還在不斷增加之中 什麼事 詞・作曲・編曲・編曲